你是不是会好奇哪个伺服器才是最强的? 玩了这么久的传说对决,却不太清楚其他AOV伺服器的水平层次等级, 甚至特别想和自己所在伺服器比较一下,来显示出自己的真实水平。 那么你一定不要错过这支影片,会用一个公平公正的方式来告诉你所有伺服器的真实水平。 Hello,我是AOV明日奈,这个频道主要是分享传说对决和王者荣耀这种类型的摸把类游戏的打法思路、意识观念等教学内容。 所以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同时打开边上的小铃铛,这样的话你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新影片的通知了。 我们按照老规矩流程,影片开始前先来一分钟的精华合集操作秀。 No break, mark, markategor 599202,你刚在被攻击。 seperti背味道共产链,切刀她现在被攻击。 annual download code出來,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让我们回到本期影片的游戏解说主题 到底哪个伺服器才是最强的呢 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还是有一定的话语权 传说对决9个伺服器我都有拿过全服最强纳克罗斯 首先我们从第5梯队说起 这种级别的伺服器玩的人少水平也很低 大部分全服最强都是歪来者 其中的代表有中东北非等 为这种伺服器开服不久 玩家普遍水平很低 大部分可能英雄角色的技能和装备奥义魔纹都分不清 这也是这种玩家少 不温不火的伺服器独有的特点 大家如果有玩过的可以评论区留言交流一下 那么好 接下来是第4梯队 这种伺服器属于水平中下层次 玩家人数也不是很多的那种 其中代表有俄罗斯南亚等伺服器 这种类型的伺服器是因为开服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 也可能是有别的MOBA游戏替代吧 导致玩家人数一直缓慢上升 就是那种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知道有传说对决 但是没什么人玩 也就更不会有职业选手了 所以才会把它们分为第4梯队 天美和技设估计也是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能拖就拖的伺服器 那么好 接下来是第3梯队 从这里开始就已经有职业队选手了 因为在这一些地区 传说对决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第3梯队的伺服器代表有 日服、韩服、印尼服等等 这里我们主要讲解一下日服 日服是我第一个玩的海外伺服器 因为我略懂一点日语 主要是喜欢看动漫的原因 在2020年的那个时候 日服是非常活跃的 甚至超过印尼服 现在我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毕竟因为日服开图在诋毁我的原因 已经很久没登陆过日服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之前的那一部影片 我为什么极度反感开图 当时日服是有很多段位达到1000颗星的职业选手 也就是越南的清训职业队 他们经常几支队伍互相欺负本地人 SZ、KG、Nolan、SM、BLESG等等职业战队 实力也有世界赛8强的水平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搜索APL世界杯比赛 其中日服的SZ实力不凡 基本都是王者荣耀巅峰赛2200的实力 队长更是2500的水平 要知道 这个等次放在王者荣耀 也是可以进职业队的基本标准了 其他的几支 我和日服的朋友都可以压着他们打 但是SZ是可以让我们体会到游戏中博弈的快乐 但是他们很不厚道 特别喜欢禁用我的纳克罗斯 知道对症下药 不过也对 会BP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就是如果大家选了康特克制对面的角色 打起来也会特别舒服 所以说会BP 禁用选择角色也是一门学问 然后韩服的话 实力普遍中高层次 一个人单排67场100%胜率拿下的全服最强纳克罗斯 足以证明这个伺服器的水平层次有多高了 虽然传说对决在韩服不温不火 但是水平摆在那里 印尼服也没什么好说的 竟是老四服器了 华人特别多 也不少 还有职业队选手 所以也能代表第三梯队 OK 接下来是第二梯队 在这个梯队的伺服器 已经有很多的传说对决主播和实抗主 以及职业队选手了 而且会经常举办一些大型比赛 甚至在当地 传说对决已经成为了国民游戏了 基本上至大叔阿姨 下至国中生 小屁孩都会玩这个游戏 其中代表有台服 越南服 泰服等 这些伺服器的传说对决 都是家喻户晓 简单来说就是很火 我们重点讲解一下台服 因为我有拿过全服最强纳克罗斯和全服最强若伊 玩了有几百场 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 第一印象就是环境风气很差 真的是这样 大家不要以为我是故意的 相信经常玩台服的朋友应该能感觉出来 动不动嘴炮 摆烂 还骂的真的非常多 而且这些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小屁孩啦 他们真的又菜又爱叫 没有实力 只有嘴硬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四年前冲击全服最强纳克罗斯 那时候还没有巅峰赛加分的 就是单靠牌位从青铜打到40星 6900分就已经到极限了 不知道观看影片的有没有老玩家 有的话也欢迎评论留言讨论当初的战利分有多难打 他就是 这个怎么说呢 到了6900后 你排位赢了加几分 看表现1到5分不等 但是输了 要扣10到50分 就是大家能理解吗 我当时差3分就是台服第一了 然后就遇到一个台服本地人 因为我打字说谢谢是简体 他就看不起大陆人 直接名言百烂了 还嘲讽我一辈子也拿不到全服最强 说大陆仔不配等等一系列特别难听的话 打一把 尽管我是拜访MVP但也扣了10分 就是后来我花了两天时间才把分数打回来 大家能理解有多难吗 我直到现在都没想清楚哪里得罪他了 就因为我是大陆的吗 所以就活该是吗 然后上一次回归台服也是类似的一局游戏 就因为我打字是简体 那个夸克和皮皮就来恶心我 勾我罢服 蹭我责怪 妨碍我吃钱 然后一直诋毁我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那个影片 一个影片告诉你台服环境有多差 当时真的一言难尽 就是气到我手都发抖了 我在特别难受的时候会这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情况 关于台服环境风气恶劣就说到这里 当然也有心里善良温柔的人 我记得一个台服的朋友 他从青铜陪我排位到钻石 后来因为学业太忙 说真的我到现在都很感激他 然后就是遇到了你们这么一群默默无闻 却支持我 陪伴我和鼓励我的粉丝朋友 真的一路走来 小奈很感激你们 所以小奈也愿意为了你们重新回归台湾四伏器 多出台服的排位场 巅峰场影片 虽然越南服和泰服因为网络延迟问题没玩过 但是我遇到的越南玩家和泰国玩家却数不胜数 日服的职业队就是越南清训选手 还有亚服的泰国职业选手末步 也算是老相识了 别看越南服和泰服分数和星星高的下人 其实他们和你们台服的水平是差不多的 只是因为匹配机器的问题 加上他们很多人愿意花时间玩游戏而已 我可以很明确的说 只要台服环境风气变好 那就一定能超过越南服和泰服 这是我所看到的未来趋势 然后就是本期影片的压轴 第一梯队的伺服器 其实我考虑了很久要不要说 因为它也算半个传说对决 如果说的不好很容易招人反感 但是我还是想明白了 就算如此 我也要告诉大家事实 第一梯队的伺服器 有且只有一个 那就是大陆的王者荣耀 如果觉得不服可以评论区留言讨论 但不要发生语音攻击和冲突 谢谢大家 为什么说王者荣耀是第一梯队的伺服器 也就是最强伺服器呢 大家听我娓娓道来 首先就是玩家数量 三个亿的玩家技术摆在那里 国民游戏 国内摸把游戏的行业龙头 第二个就是实力的差距 就用我自己来举例子 在王者荣耀我的韩信 虽然是全服最强 但是排行是在中下游位置的 就是大家能理解吗 我这种级别的玩家 都能打通所有主流伺服器的 全服最强纳克罗斯 那么其他比我更厉害的 一百多名韩信顶尖玩家呢 只要适应几个月 照样能行 然后王者荣耀的全服最强 是最水平和含金量的 为什么呢 大家思考一下 从三亿玩家中脱颖而出的 十名全服最强玩家 那已经不是百里挑一了 力挑一了 那是一里挑一 跟大海捞针没什么区别 可想而知难度有多大 怎么跟说呢 就是游戏这个东西 它到了一定的分段 比如说王者荣耀的巅峰2200 如果没有天赋和理解 普通人真的一辈子也达不到这个分数 大家真的不要觉得我在夸大其词 吹牛什么的 事实真的是这样 不幸可以自己尝试打一个小国标 基本都是2200左右 15000占力值 一般人靠努力和学习 是可以达到2000分的 在网上就需要一定的天赋和领悟了 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见过传说 对决点风赛有2200的 然后传说对决台服的全服最强难度 等于王者荣耀省级前十 注意 不是小国服 小国服的话等于全服第一的水平 这是我一个公平公正的对比 毫无虚言 如果大家有同时玩这两款游戏的话 应该是能够感觉得出的 好吧 最强伺服器的核心主题就讨论到这里了 如果有不同看法的朋友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友好交流 到这里 本期影片也差不多接近结尾了 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能够一键三连 然后的话 我最近也是重新启动了海外抖音TikTok的账号 欢迎大家关注就这样了 你的点赞评论和分享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是我继续制作影片的动力 谢谢大家 最后我是AOV明日奈 我们下期影片不见不散啦 拜拜